您好 这一次我们讲认知逻辑与逻辑万能问题 认知逻辑它就是研究与知识有关 研究知识的对知识的态度 比如知道 相信 怀疑 断定等等等等 从形式上说 认知逻辑当然有认知命题逻辑或认知未知逻辑 我们主要讲认知命题逻辑 认知命题逻辑是在经典命题逻辑的基础上 加疑远认知算值 例如你看 x 知道 x 相信构成的 其中 你看 x k x a 表示认知值体 x 知道 a b x a 表示认知值体 x 相信 a 那什么叫 这两个公式有它的语义解释 我们就省掉了 好 我们先列表给诗 刻画 知识的 状况的 特征的 那样的逻辑公理 那 第一个公理叫 刻公理 例如 x 知道 a 远含 b 就远含着 x 知道 a 远含 b 远含着 x 知道 b 这是知道了对远含式的分配率 x 知道 a 远含 b 远含着 x 知道 a 远含 b 好 第一公理 x 知道 a 远含着 并非 x 知道非 a 第一公理 x 知道 a 远含着 a 这个是关于知识的一特征公理 知识远含真理 如果某人知道一个命题 那么 那个命题是真的 那个命题是真的 这个呢 x 知道 a 那么 远含着 这个呢 x 知道 x 知道 a 这个呢 叫正内性公理 这个呢 x 知道 a 远含着 a 远含着 x 知道 a x 一个人之绝体 知道他 知道什么 这个呢 x 知道 a 远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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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远含 他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这是条件很强的公理 还有下面 下面几个 这个 x 我们说点2吧 这个 x知道 x不知道 远寒着 x知道 x不知道 非x x 就说这几个吧 好 这个呢 这是认知逻辑 刻画知识状况的 特征的那样的逻辑公理 刚才说的 那呢 我们可以在列出有关知识的推理规则 认知逻辑系统的推理规则 第一个叫分离规则 这几个 一线逻辑定理 由此我们可以定义余下的一些知道逻辑系统 其中每个逻辑系统都含有内疗规则 就是分离规则MP和K比较化规则就是RN 以及全部经典命题逻辑的重研式 这个呢还有那由此我们可以走成这样 在经典命题逻辑的基础上 加于关于知识的特征功能理KT10 我们可以得到知道逻辑的S4系统 加这个在经典命题逻辑的基础上 加KT10再加点2 可以知道可以得到S10.2 S10.2 这个呢再加KT10加点2 那可以得到S10.3一个系统 KT10加点4可以得到S10.4等等 KT5那我们可以得到S5 底下的系统呢比上面的系统啊 这个特样能力更强 特样能力更强 如果我们把这些系统中的KX换成BX 那X知道换成X相信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应的 有关系信念的逻辑系统 相信逻辑系统 好 那什么叫逻辑万能问题呢 是这样的 就指这个上面所给出的那些知道逻辑系统中啊 这个有下面一些定理和导处规则 导处规则 它们表明那样一个认知的质体 差不多啊在逻辑上是万能的 在逻辑上是万能的 X知道A并且X知道A远含B 远含着X知道B 若A增 若A是逻辑这里 那么呢 这个呢 X知道A也是逻辑这里 若A是逻辑定理 那X知道A也是逻辑定 这个由A远含B可以推出 X知道A就远含着X知道B 由A等值B可以推出 X知道A等值于X知道B X知道A并且X知道B 可以推出X知道A且B X知道A远含着X知道A写取B 这个呢 并非X知道A 并非X 并且X知道A 如果把这些公式中的X知道 如果把这些公式中的X知道 换成X相信 这些公式也是相应的 相信逻辑系统中的定理 或导出规则 它们都涉及到逻辑万能问题 即假定了认知主体在逻辑上万能 它们具有无限的资源和推理能力 能够推出它们所知道 和所相信命题的一切逻辑后尘 这个在特亚能力上 在特亚能力 不仅仅是特亚能力 它们有无限的资源 那叫什么 它不仅它能够推 它还有时间去推 有时间 因为你做很长很长的特亚 要花时间了 因此要花金钱了 等等 要使用设备等等等等 它们具有无限的资源和推理能力 能够推出它们所知道 和所相信命题的一切逻辑后尘 好 那具体来说 逻辑万能包括哪些特点呢 第一 演绎封闭 那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认知觉体 知道和相信一个公式即伽 而成伽 可以逻辑的这些公式A 这个认知觉体A了 这个认知觉体X 知道或相信A 知道或相信A 他所相信的命题的一切逻辑后尘 就相当于这样 这样呢 知识信念呢 在逻辑推理 规则能力 这个认知觉体方面 封闭 也就是说 从所知道的命题 推出来的命题 那认知觉体仍然知道 从所相信的命题 逻辑推演出来的命题 不管经过多么长的推演过程 得出来的命题 他仍然相信 认知觉体的话 这些人说 我们在试试看 我们要试试看 我们在试试看 丝etus 静音 有试试看 有试试看 很难的 但是 那就可以看 A远寒B 那X知道A就远寒着X到B 这个很严重 你看 A远寒B 这里是说的什么 A在逻辑上可以特样去B 这个例如可能花了一万步 花了十万步特样去B 那不 这个X知道A 那就远寒着X知道B 这个 这个 因为那个推演步骤啊 那个推演过程 那A可能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也没做过 那等他X 只要他客观上 实际上能推去B 那他从X到A 就可以推去X知道B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要求 那就是 这个认知诀体 三手刻画的认知诀体 那真是具有无限的逻辑特样能力 无限的逻辑特样能力 在逻辑特样能力上 几乎万能 像Ga的 像上帝 像上帝 这个 这是这样 这是 演绎封闭 认知诀体具有无限的逻辑特样能力 但我们知道 现实的认知具体 我们只具有 比如我本人 那只具有非常有限的逻辑特样能力 这个呢 我知道一个命题 如果我自己成了一个命题 和逻辑的特性的B 那我可以知道B 但是假如 呃 从A 那个A 逻辑上可以推出B 但是这个推理过程呢 我不知道 我不理解 我不懂得 那我有可能呢 从X 我知道A了 就不能推出 我知道B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推理过程 不知道那个推理过程 所以 那个要求是很强很强的 他 所以 那个呢 就 那特样能力呢 就 就几乎像万能的上帝 嗯 为什么叫他逻辑万能呢 那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 不先干的知识和信念 一个人 认识具体I 知道一个逻辑系统的所有定理 特别是他知道所有的经典逻辑成员事 呃 但实际情况是 许多逻辑定理或成员事 与一个人所具有的有限知识不相干 在很多情况下 他不一定知道他们 甚至不必知道他们 在我们的现实认知活动中 一个人 他的具体的认知活动 是受之于他的认知目标的 呃 是受之于认知目标的 呃 他的认知目标呢 实际上 是与这个人的利益关切 呃 interest 他的利益关切点有关的 他的兴趣点有关的 呃 呃 你说 要我在这个屋子里 你是要请观察 你说我观察啥 我观察啥 那这个观察呢 请观察 我可以打字的手一手 我前面有哪些大的宏观物体 嗯 那如果你要请观察 你也可以看我前面铺一地毯 那地毯上面有多少花纹 那还有那地毯上呢 那个地毯是由什么样的丝线 那个什么什么 走成的 甚至那地毯的那个 那有多少细缀等等等等等等 那观察是无止无尽的 无止无尽的 但是呢 为我们实际的认知目标 认知活动 是受于我们的兴趣点 关切点有关的 我们的认知 都是围绕这个兴趣点 利益点 关切点来进行的 呃 fox 呃 集中关锯道 这个方面 我们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呢 我们 只做这样的认知 与这个兴趣点 关切点 当下关切点 有关的 啊 那其他的呢 我们暂时把它抛去脑后 或者呢 就是完全对他们 不敢 暂时不感兴趣 因为 我们一个现实的人 在具体的认知活动中 呃 只具有有限的 资源 那就是时间 金钱 呃 设备 等等 我们只能做非常有限的认知活动 所以 我们呢 所有认知活动都围绕我们的认知目标 所以有些 信念 知识 逻辑 定理 与这个 没有关系 我们就暂时忘却他们 至少 所以那些东西有不相干的 那我们不一定知道他们 甚至不必知道他们 但是 这个 认知逻辑系统里面 那有定理是什么 若 A是逻辑定理 就可以抵出 X知道A X知道A 这个呢 X知道一切逻辑定理 不太可能 我本人是搞逻辑的 我本人是做逻辑的 我研究逻辑 我教逻辑 我也研究逻辑 特别是研究逻辑哲学 那我也不知道一些逻辑定理 好多逻辑知识 我还不懂了 逻辑知识还不懂了 这个呢 知识 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再有不相容的信念 不相容的信念 这个呢 这个前面说了 前面有一个定理 就是说 在一个人知识中 不能包含矛盾 他不能急知道 又知道非 如果这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 当把这个那个 知道了 换成相信的时候 那我们就得到什么 并非X相信 并且X相信非 那就是说了 一个人信念体系里面 不应该包含矛盾 这个 这是说法了 肯定不对 至少对某些认知 具体来说是如此 他的信念世界中 往往隐含着逻辑矛盾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古依然能够 态然执弱地 融有其信念体系 由于融有什么样的信念 与诱求需要情感 情绪等等 因素有关 或者并不完全受理性控制 由此产生 直将矛盾的信念 是完全可能的 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呢 这是第二个 在爆炸的计算量 那什么 就是要 无限的推演能力 推演机计算 因此我们把 推演过程呢 用集算量来表示 由于认知具体 要求集算它的 信念的所有 逻辑号称 从集算的角度看呢 则会导致 集算量的膨胀 现实的认知具体 不管是人还是电脑 都是资源有限的 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空间 记忆能力 金钱 去无从集算下去 他们只集算 与他们所关聚的 当前目标 相关联的信息 所以 最为于此 甚至连认知逻辑的 创始人 亚库·亨特卡 他是一个 芬兰的 逻辑学家 哲学家 哲学家 他写了一本 非常有名的书 knowledge and belief 知识和信念 在某种意义上 是认知逻辑的 奠基之助 亨特卡也代言 基于 可能世界语学的 认知逻辑 不是于 驱离人类的 特例 因为他们 假定了认知具体 在逻辑上万能 而人类过体 在逻辑上 并不是万能的 于是 愚活在一个 认知逻辑系统中 避免 逻辑万能问题 向人的 实际认知过程逼近 就是认知逻辑学家 必须考虑的问题 目前 有以下几种选择 自法漏进 语义漏进 舍之不可能事件的漏进 这是不可能事件 那叫什么 以容拿 不相容的 不一致的信念 非标准逻辑的漏进 其中有些漏进 区分了显性恋 或隐性恋 演义封闭了 对显性恋不成立 却对隐性恋成立 这个呢 则是 认知逻辑万能问题 好 再讲